匆匆回炕 哎呀不用打低的感觉真好 感觉现在随便打个低就是三四十块 一天打个两三趟 打个两三趟租车的钱都回来了 好大一只癞蛤蟆 看到没有那么大 哎他怎么不走啊 云哥在这边看电视 旁边停着我的车 看这个太阳灯灯还挺亮 回家 哎呦处里面是挺热的呀 赶紧把窗户给打开 刚才在外面跟云哥聊了会天 商量了一下明天上面铺太阳能打 想的就是能铺多大铺多大 把空间都利用上 最好最好能铺到700瓦 这样子的话能打到我床下面那个控制器的最高 我控制器是四十样的控制器 最多最多只能铺700瓦就看明天了 看一下到底能铺多少 哎呀打开我的小风扇 咱们做作业了 做完视频 开个灯打开水泵 现在已经是12点44分了 赶紧 开个柴暖 咱们洗个澡 洗个澡早点睡 不然明天早上明天早上还得改太阳灯板 所以晚上早点睡 不然的话明天起不来 好了一天结束了 大家姑奶晚安 明天晚上看看 明天 嗯 他们改太阳灯板的时候 阿婷去那里逛逛 是吧 开着咱们的小小牌 去那里玩耍玩耍 早上8点20分 咱们已经起床了 现在工人已经在上面拆 阿婷的原装的软板了 因为是软板嘛 拆的就特别费劲 拆半天了已经 安婷点了份早饭 在那边坐等 吃早饭啊 现在是9点钟 点了个汤包 然后点了个小笼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看样子是不咋地哦 看这个样子 吃一种尝一尝 还可以一般般 现在是上午10点49分 师傅已经拆了一早上了 这就是上面拆下的软板 软板 这么一小块那是50瓦 我上面有12块这样的 50瓦的小板 现在上面 上面太阳能板 全部拆掉了 你们看看啊 看扒得干干净净 留着一点胶 现在师傅能去拿 新的太阳能板了 等下午就给它装上 等这个太阳能板装好 我估计都得下午了 咱们也不能 一天到晚在那边干坐呀 也得出去逛逛呀 我想着阿廷下午去哪逛呢 咱们现在呢 去 成都的景里 咱们去景里逛逛 真是个生虎 呃 车上边开车 然后边听小说 没错 那景里这边呢 它是有很多景区的 这边有一个舞猴瓷 我跟阿廷没什么兴趣 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 我午饭还没吃 刚好准备去景里吃 因为那边四川小吃 特别特别多嘛 咱们到了 景里 名材曲挺好听 其实也是一个 让游客逛逛逛逛逛的地方 这里这边一排呢 就是四川的 当地特色小吃 看一下吧 上面 整个一条街全是 其实不长啊 不长不短的一条街 如果逛的快的话 半小时就逛完了 在草县里面有一条大鲤鱼 越来越晒起来了 咱们稍微逛会儿 然后找到里面有啥吃的 喜欢吃的 然后就吃一点 然后咱们走了 还是会防车营地 看看我太阳灯板的安装情况 这些景点是真的没啥好逛的 也没啥想吃的 只能走马观花再看一下 回来了 看看装的怎么样啊 哇好热好热 哎呀好热呀 感觉装的差不多了 上面板子都扑上去了 现在是不是装好了 一共装了660瓦 然后咱们现在把车子开到外面去 晒一会太阳 试试看 现在是下午4点04分 感觉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 感觉最热的时候过去了一点 但是还是很热 因为这边太阳落差要到8点钟嘛 所以现在还早的 现在装好了 现在是开着电源 开着冰箱的情况下 现在冰箱是没有在运行了 现在是下午4点半了 然后冰箱的效率是265 然后装的是660的硬板 其实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提升了 不过咱们明天再试一下吧 我感觉660至少得冰到350瓦以上吧 如果这个太阳能板好的话 咱们明天再看一下吧 明天再看一下 现在是铺好了太阳能板 现在是这样的 它这个胶还要再晒一天 然后明天就差不多可以动车了 几块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也看不清楚